政府決定採行電價三階段還漲方案 暫時減輕了民眾 原本必須一下子面臨一次漲足的 電價方案 不過這樣的政策大轉彎 並沒有獲得民眾的認可 你就算用階段性的來漲的話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的意思 對啊 其實我是覺得 心很痛 可是又 先是油價調漲 再來又是電價調漲 連帶著民生物價也要跟著上漲 民眾雖然無奈 卻還是被迫買單 在什麼都漲 薪水卻不漲的情況下 只有增加工作量來負擔多出來的開銷 實在很吃力 為了因應油電雙漲 民生物價也跟著上漲 而原本要一次漲足的電價 政策突然急轉彎 不但已經上漲的物價就不回來 反而讓民眾生活更加煎熬 記者母定高雄小港採訪報導 好 好 好